我有個脂肪肌瘤已經大到快要9公分了 那因為它大到就是沒有辦法立刻去把它動手術除藥 我要先服半年的藥讓它縮小一點 然後同時又檢查出還有息肉 就想哇 先除息肉再除肌瘤這樣子 還蠻剛好的 我前陣前那天我要動手術 對 我剛好身體 所以前陣的健康檢查出了一點狀況 所以 誒 發現禮拜二沒事耶 那我禮拜二就會先去住院 就是這麼喝 我就是檢查出先洗肉啊 這個就剛好把它留在身體的瘤 不該的就把它弄掉了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 這樣回答會不會梗梗 怎麼樣的洗肉啊 蛤 怎麼樣的洗肉 嗯 腹科的洗肉有點影響到我的那個健康狀況 因為 因為我是脂肪肌瘤 我有個脂肪肌瘤已經大到快要9公分了 那因為它大到就是沒有辦法立刻去把它動手術除藥 我要先服半年的藥讓它縮小一點 然後同時又檢查出還有洗肉 就想哇 先除洗肉再除肌瘤這樣子 所以真的也要提醒女生好好愛提起 不管我們不好面子問題然後內在的健康檢查 我也覺得很好 對 但是生活會有影響嗎 呃 那你怎麼會學工之類的 我常常會發炎 那我就心裡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以前職業病 我就很不愛上廁所 也不愛喝水什麼什麼的 就是那類的 我以前一直以為是我的生活型態造成的 或是我就是太憋尿還是怎麼樣 那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是我體內導致有狀況 所以怪不得我一直發炎 那我每次上健康節目的時候 大家說你是不是又發炎了 我說對 對對對 我還以為是 我還以為是我自己是活血肉疼狂 後來發現是原來是身體有狀況 但是我沒發現 不好自己的健康也是愛自己的 沒錯 對 韓祖堂前幾天被媒體捕捉到 跟那個富商男友同況 嗯 現在感情狀態怎麼樣 就 還是大家想的那一個 就 還是大家看到那一個 然後 我們就是還是維持這樣一場的相處 也蠻多年了嘛 有沒有想說可以進下一個階段之類的 關於這種維持愛的那個長久之道啊 我就要去請教我們欠仁傑 剛才已經聽到他講 哦原來如此 好 我要繼續讓他這樣長長久久下去 不是我要跟你說 我跟我老公是戀愛長跑七年才結婚 但是有一招 是因為你要很害 讓我們長當噹噹噹 長當噹噹 你是不是先游泳 哈哈哈哈 那 那 那我要先把我的肌 一流跟著就先 先先搞定才行 先讓他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 再好好的 為我們國家效率 但這個還是先不要 先不要 有被求婚過了嗎 還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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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沒求婚 想要趁今天那個情人節前去 透過鏡頭跟未來的先生呼喊一下 好我該處理的先處理一下 之後的就交給你 這樣子 就能 monopol選擇 不要我 沒有 走吧 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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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